好继续再看到花莲的秀林乡长王玫瑰上任就是来积极的推动乡内成立文件站的工作 那么上任两年多呢从原本的只有三个文件站 经过努力争取到现在已经有12个文件站的设置 那么乡长王玫瑰他也会继续推动一部落一文件站的政策 让长者能够到文件站快乐的学习成长 105年秀林乡第一个文件站就是三张文件站正式成立了 一直到民国107年争取到三个文件站 秀林乡长王玫瑰上任之后就积极看各部落沟通说明 来推动一部落一文件站的政策 上任两年多来从原本的三个文件站 至今争取已经有12个文件站了 秀林乡长王玫瑰相当的开心 让部落长者能够在文件站听课 学习不同的DIY活动 以及安排各项健康福利运动 首先我们先感谢我们的政府 那么重视我们全国的原乡文化健康站 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想从就任开始 我们原本有三个文件站 陆续到现在目前截至 我们全乡有12个文件站 但是12个文件站 在每个站20到30人人数之间 其实12个站还是不足 当然我们还是要极力在一定要争取 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口数 我们部落老人的人口数非常多 但很多也想进到文件站而没有地方去 最重要这个政策为什么说它好 所以它棒 主要是至少这个文件站 它是可以让我们部落的老人 有地方有好的地方 可以去跟其他的老人相互的陪伴 而且在我们文件站的整个 精心规划的一些课程之下 让我们的老人能够多元的再一次去学习到新的一些手工的工作 对他们来讲 这个时间就是让他们不会去想太多烦恼的事情 只想到今天可以跟那么多的老人 可以再聚集在这个地方来分享过去的事 或是现在的事或未来的事情 这两年多来的努力成果是相当的卓注 现在还剩下几个部落还没有文件站 他也会继续努力来落实一部落一文件站的政策来努力 记得中意 请不吝点赞